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威尼汇对阵葡萄牙选手哈一龙的比赛 威尼汇身高1米68体重65公斤 威尼汇12岁开始学武15岁的时候就进入国家泰拳队 威尼汇成获得2012年泰环杯60公斤级冠军和库龙爵65公斤级世界冠军金要带成的 而这个哈一龙来头也不简单 哈一龙曾获得该级别的世界冠军 赛前哈一龙已经取得了29战23胜的部署战绩 比赛开始后哈一龙就发起了猛攻以连续扫踢爆踢威尼汇 经过短战沉地后威尼汇开始爆发 威尼汇以连续扫踢回击对手 第二回合才开始没多久威尼汇就与连续第一扫将哈一龙踢倒 因为威尼汇的扫踢实在太重了 已经让哈一龙的脚有点哆嗦了 而威尼汇又将哈一龙爆摔倒地 接下来的比赛 威尼汇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权 全场比赛下来哈一龙被威尼汇三次击倒 最终威尼汇一记凶猛的低嫂直接KO对手 迎向了比赛 哈一龙倒地后久久不能起身 可见威尼汇这一脚有多重 下后得知哈一龙的脚被威尼汇中击踢受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